哈喽,大家好,我是靖文 那么我们经常会在广告上看到 赤的胶原蛋白,涂的胶原蛋白 玻尿酸,胎盘素之类的产品等等 到底它可不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到又光滑又漂亮呢? 是真的吗? 其实今天这个视频就为大家解开这个真相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我们通过了解胶原蛋白产品的演变过程 我们就会找到答案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代胶原蛋白产品 就是化学荷尔蒙跟胎盘素 这一类是属于合成的胶原蛋白 它是来自哪里? 它是来自动物的身上 比如猪啊,牛啊 所以它的结构是跟我们人类不一样的 动物的结构跟人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产品一般都是以注射的方式来补充 那么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可能会引发过敏或者是发炎 所以它是有副作用的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的使用这一类的产品 第二代胶原蛋白产品就是乙型补型的 就是动物性的胶原蛋白 比如鱼皮啊,猪脚啊等等 我们都会每次讲 哇,吃多一点吃多一点 很多满满的胶原蛋白 就是以口服的方式,以吃的方式来补充 但是摄入过后哦,就被我们的胃分解变成氨基酸 所以这个胶原蛋白不再是胶原蛋白 本来是胶原蛋白,但是吃进去过后被胃酸分解了 过后它不再是胶原蛋白了 所以它对身体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 我们来看第三代的胶原蛋白产品 就是植物性的产品 就是以涂抹的方式来补充 但是它有一个不好,就是它的分子太大了 所以我们涂了在皮肤上 它也是只停留在我们的皮肤表面而已 它不会被吸收,因为它分子太大了 我们的皮肤会保护我们 所以我们皮肤的这个篱笆,毛孔 这个洞孔是很小很细小的,皮肤保护我们 所以任何的这个细菌病毒或者我们涂的东西 或者是胶原蛋白这些分子太大的东西 会不能够吸收,只能够停留在我们皮肤的表面 所以这个涂的胶原蛋白呢,是按不到我们的 第四代的胶原蛋白产品 就是高抗氧化剂跟高植物营养素的产品 就是通过摄取高抗氧化剂的植物 比如玫瑰,仙人掌果石,蒸叶,樱桃,蔓越莓等等的植物 这些高抗氧化剂的成分的植物呢 有效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胶原蛋白的能力 所以这是我们身体需要的 我们的身体是有自己制造胶原蛋白的能力的 所以我们要吃对食物来让身体有效跟很好的去制造胶原蛋白 而且这个方法呢,是最安全 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而且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 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抵抗力等等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很有效的补充胶原蛋白 我们应该要选择第四代的这个胶原蛋白产品 因为它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 然后也是最省时省力,还有省钱的 因为是马上有我们要的结果,有我们要的效果 摄取富含高抗氧化剂跟高植物,营养素的这个植物 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去制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胶原蛋白 这个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 大家分享,到底胶原蛋白对我们的皮肤有什么帮助 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胶原蛋白这么的疯狂,这么的痴狂 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